5月11日晚,电影《十二公民》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 出品人徐小平,导演徐杨,和演员何兵等到场互动 如今,复仇者《联盟2》正霸气独占中国电影市场 《十二公民》却偏偏选择了同一档季上映 对此,导演徐杨表示,虽然也非常担心票房,但还是有点自信 非常担心 但是这么一说的时候,是不是感觉面挺棒的 就是说,你说非常不担心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觉得没有票房,对吧 然后呢,说非常担心的时候,其实就意味着还有某种自信 其实,实际上,我觉得那个电影分成两类 有一类呢,它是完全的视觉化的 有一类呢,是偏见文学化的 就是真正的中国语言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肯定是欺骗进不来的那个部分 《十二公民》改编自好莱坞经典电影《十二怒汉》 描写了由一件富二代市副案引出的虚拟法庭 《十二个》代表着中国各阶层的普通公民偶然组成陪训团 对嫌疑人是否有罪展开激变 其中,饰演八号陪训员的何彬对自己的角色似乎有点担心 大家看完之后一定对我这身份会有想法的 因为前一日子我们也做了一些点评 我也接触了一些观众,影评人 对他们的身份,人家影评人跟观众没说什么 就是对我这身份,大家是很有自己的看法的 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吧,一个来小时 看完之后,这个问题您也问问 看看您看完之后有问题吗 很特殊的一身份 据悉电影《十二公民》将于5月15日上映